Head to the Sunshine Coast Please I love most Please I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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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聊聊 I-94的表格 I-94的表格 很久很久以前我剛開始當律師的時候 是一個小白卡 那小白卡的時候你入境的時候 海關會在詢問完你的之後 他會幫你蓋個招 上面就會就是你 amitted的classification 就是你的類別 比如說你是來觀光啊 旅遊或是B1的簽證 他就蓋個B2 B1的簽證 B1是商務 B2是觀光 然後會寫個日期 那什麼時候進來什麼時候到期 那這樣的話一般來講觀光的話 大概是六個月 這樣你就會知道說你可以在美國待多久 然後你的進來的 這個身份 是什麼身份 所以之前 就是說 你在申請進來美國的時候 需要申請個簽證 簽證進來 就是他問你說你要來幹嘛 那你說你來旅遊 那你就要去需要申請 合乎你身份 要進來的這個 呃 這個旅遊的這個簽證 那那個就是B1 B2的簽證 進來以後他確認你是來旅遊的 他就給你蓋個B1 B2的這個簽證 在你上面 那就知道說你進來以後 那其實真的 如果真的有人在有查的話 他檢查你的護照裡面有個簽 有個I-94 他就知道你進來的身份 是B2 他是來旅遊的 那 呃 後來呢大概在 大概大約在十年前吧 他這個 呃 那個海關開始就是簡化 他電子化這個I-94的表格 所以你進來以後 已經沒有這個所謂的小白卡 他還是會在你的護照上面蓋個章 寫著你的這個進來的類別 你的身份 然後還有你什麼時候到期 什麼時候入境 那 呃 沒有小白卡的時候就是 常常我們當職業律師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客人如果需要轉換身份 就是把你的B2可能轉成學生 或者轉成其他身份 或者是調整身份 比如說你B2進來 遇到了這個要準備結婚 要申請綠卡 所以我們調整身份的時候呢 就需要送給這個移民局 你的B1 呃 對不起 要送給你移民局這個I-94的卡 那這時候呢 你可能就要上 呃 你就必須要上 這個CBP.GOV的網站 就是我們的邊境的這個 海關的這個網站 然後去 呃 列印這個I-94的卡 那但是有時候 不是 不是常常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遇到一個就是說 海關在 呃 這個 護照上面蓋個章跟 他在電腦裡面輸入的是不同的 所以在這裡給大家一個小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來美國旅遊 入關的時候 呃 是一個 非移民的這個簽證 有一個非移民的身份 建議您您入關以後 就是到了美國以後 上這個CBP.GOV的網站上面 去查一下 電腦裡面的這個 他輸入的資料 是不是跟您 當初進來的資料是相符的 那如果不對的話呢 你可以到 海關這個機場的海關的叫做 defer inspection的他們的辦公室 要求他們幫你更改 那至少你是對的 那不管你以後 出境 或者以後要 申請其他的轉換身份 矯正身份的時候 你就可以 有一個正確的這個資料在上面 那當然 呃 如果說你要離境的時候 當然就是 在這個限制 期間限制裡面離境 那如果不對 可能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是如果你要申請的時候 如果你能提早去更改 這是一個會 未來的申請會比較簡單的 因為 馬上錯誤馬上去改 他們也很樂意幫你改 所以這應該不是什麼大問題 那當然還有一個提醒大家就是說 不管你在美國上任何的網站 CBP也好 或者我們一般的移民局 USCIS也好 記得要去上 後面是 後面是點GOV 而不是點COM 或是點ORG 這種其他的 類別的網站 因為點GOV 才是他的官方網 官方網站 因為 這個東西 有的時候 你也不能說他欺騙你 但是有時候 有的網站 他會用一個公家的這個縮寫 後面可能是點COM 點US 點TV 其他的這個 那他可能是做 相關移民 或相關的這種 事物 但是他可能是需要收費 有的可能是律師 有的可能是這個 申請的這種網站 那他可能會提供你表格 其實有時候你到真的 移民局的官方網站 可能是免費的 你到了他的這個 所謂的營業用的這個網站 他可能就會向你收取一個費用 可能到時候還是會達成 但是之前就會看到有一些客人 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就是本來想要自己做 結果就是上了這些網站以後 輸入了一些個人資料 後來他開始擔心 他這些資料是不是 會被人家拿去做其他的用途 會擔心 因為他以為是政府的網站 但是其實不是 所以在上網站的時候 請記得就是他知道 做的是點GOV政府的網站 那這樣的話會比較保險 那通常你上政府的網站 他有時候會要求你回答一些問題 提醒你說你提供的這些資料是 就是政府來你的資料 可能政府會拿來用他的相關的用途 那您要注意一下 所以如果要自己申請的時候 當然是可以自己申請 那自己申請的時候 就必須要自己要小心 要去確認 這是不是官方網站 那很多客人也是會問說 我申請這些 譬如說我要結婚 我要轉換成分 是不是可以自己做 那我通常跟客人的解釋是說 這些東西在美國 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自己做的 蓋房子也可以自己蓋 你要修馬桶可以自己修 但是找專家可能會比較簡單 但是你必須付費 那你自己做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很多細節要自己小心 專門在修馬桶 他有一些這個 美港或者他的這個 需要注意的事情 他已經也經歷過了 所以他知道可能要水先關掉 才把這個馬桶拆掉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在 做這個自己申請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要自己先 做一些research 那你如果確認可以自己做的話 當然是可以做 像美國報稅也可以自己報 這個 申請移民當然也是有一些 是可以自己申請 那當然相對的有一些 就比較複雜 譬如說你要做什麼投資移民 相關的這些資料比較多的時候 你可能建議還是找專家幫你做 對你來說 這個錢可能就會花得比較值得 所以 最後還是提醒大家就是說 可以自己做 但是就要注意這個相關的細節 那這樣才不會 到最後你除了自己花的錢 自己做的這些費用以外 還要再請人來幫你更正的時候 這就花了兩倍的錢 那這樣就花不來了 好 如果說你一開始就決定要來讀書 你就是應該在你原來的國家 申請所謂的學生簽證 進來的時候他就會給你蓋 IS94的時候他就會給你 護照上面他就會給你蓋F1 學生的身份 那這個身份呢 一般來講 是可以 只要你有合法的身份 在有效的期間內 是可以轉換成其他的身份 就是非移民的身份 可以轉成其他的非移民的身份 你進來的時候突然發現 你就是想要學語言 那你找到一個適合的語言 這個學校 他也願意收你 也願意發 所謂的這個I-20的文件 讓你去轉身份 那這時候你當然就可以去申請轉換身份 那當然有的學校是他會找他們 可能有合作的律師幫你轉 或者他會請你去找您自己的律師去轉 那您提供相關的這些文件 申請轉換身份的表格 送給USCIS 那當然就可以轉換身份 你可以在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還有微博都可以找到我們喔